君哥来了 上海有一道老菜 叫青椒腮肉 今天我把肉换成虾滑 酥烂的虎皮青椒 裹着满满 Q弹鲜嫩的虾滑 加上浓浓的酱汁 就怕你家的米饭不够吃 咱们首先是要把这个虾滑 酿进青椒里 找一个保鲜袋 把这个虾滑 全部装进保鲜袋里 脚上开个口 剪一刀 就是一个剪一板的表花袋了 碗里面放一点点干粉 把青椒的一头 放在干淀粉的碗里面 这样的话虾滑就不会露出来 然后咱们把虾滑挤进去 虾滑我们买现成的就可以了 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配料表 像这款虾滑 除了虾肉 就只加了一点点的淀粉和蛋清 而且虾肉的含量达到95% 每个虾仁都来自于广东蘸角 你看里面除了打好的虾泥之外 还有很多切碎的虾仁在里 这样吃起来才会更有弹性 更有颗粒感 先把沾着粉的两边煎一煎 让它定定型 青椒表面炸成虎皮状 咱们把油倒出来 因为我们上海的虎皮青椒是糖醋为的 首先放上大量的醋 放上白砂糖和冰糖 糖和醋的比例是一比一 冰糖的作用是增加它的光泽 白砂糖的作用是增加它的甜度 将一点盐加上水 虾滑是非常容易熟的东西 而且比较嫩 全程大火烧到收汁为止 如果你喜欢我做的菜 请点个小爱心 转发给你的亲朋好友们 谢谢 好 烧得差不多了 因为受热 它的酸味会挥发掉 最后还要淋上一遍 然后打个芡汁就可以完成了 陶醉厨房 你的厨房百科